公交车 公交车不管是在乡镇还是城市都十分常见 不知道大家在乘车的时候 有没有留意过公交车的爆站问题 一些高级的公交车都是自动爆站的 而有一些是人工直接爆站 还有一些是手动控制爆站 而那些自动爆站的公交车 是怎么可以做到准确无误的呢 现在都进入智能时代了 所以对于手动爆站和人工爆站这样的公交车 一般成本比较高 而效率却比较低 所以不少车子都已经被淘汰了 所以现在大家见得最多的就是 自动爆站的公交车了 这种自动爆站的公交车 靠的就是GPS定位 事先会有工作人员在地图上 把每个站点的地理位置准确的找出来 然后标注在GPS上 就组成了一条公交车站线 到了每个站点 还需要人工录制每个站点的名称 用语音播报出来 然后与GPS的定位结合起来 就能组成一个完整的语音站点播报了 而有的公交车的路线不止一条 根据线路乘客的多少被临时分费着 这样的话 公交车上的爆站系统就会有很多条线 就好像有一条大河流 可以分流出不少的小河一样 公交车的系统也是这样设定的 而在制定之后 直接走哪一条线路的 就需要人工去选择 这样才能够得到正确的播报站点 不过有时公交车也会出现误报的情况 这其实与公交车开行的 道路上的周围的东西有关 信号有可能被一棵大树给挡住了 使得系统的反应过慢 到了站点就没有自动爆站 过了站车子才开始爆站 这就比较耽误事情了 感谢观看本期节目了解更多 请关注我们 by bwd6